你知道我们对其他国家之间开展正常的交流与合作 包括军事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只要是正常的我们都不持异议 那么美国在对世界上和平与安全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越南也是地区的重要的国家 也是中国的重要邻国 我们当然希望美国和越南之间的这种交往 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有积极和建设性的意义 而不是为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形式来增添任何让人觉得不安的因素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